今天在中国互联网看到怀疑李小龙的 所以就只引用一篇 出自李小龙图书馆系列丛书 第一册《龙之语录》 最后一段他本人已经点名了 非要当作看不见 看不懂那也没办法了 原文曾于1972年6月刊登于报纸 作者李小龙 该书收录李小龙1958-1973年 接受各种采访的谈话记录 我从泰国拍完 唐山大兄和家和的外警队一起回港 有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放弃美国那么好的事业不干 却回来拍国片 或许大家认为国片依然还处于艰难的发展之中 回来拍国片简直就是受苦 对这问题可不容易回答 我只能说我是中国人 当然要尽我的一份责任 事实上我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这是毫无疑问的 至少我留在美国那么多年 我是这样看自己 而在西方人眼中 我当然是中国人 作为一个中国人 少不了我必须具备有中国人的基本条件 所谓的条件 我指的是关于文化的 感情的 以及在具体行动的表现上 最后我想说 这其实有点伤心 从很多地方都可以了解到 那些歧视亚洲人 歧视中国人的 根本就不管你的国籍是美国还是哪的 总之 看你是亚洲脸就不爽的那种 反倒是我们这边 有些人死拽着国籍这点来黑 我同情这些人 因为他们虽然有中国籍 写汉字说汉语 可却称不上是中国人 他就不在买地里面 就不在买地下来 我都会有什么